大家好 有小孩 吃人 聋人 疯子 掉进这个身件吗 没有 有牛马 狗猪 掉进这个身件吗 没有 董燕瑜 感叹地说 我能治理 这里的百姓了 如果不赦免 违反法律的人 就像 掉进这个身件 必死一样 那么 就没人敢违法 还有什么 不能治理的 这个预言来自韩非子 韩非是中国著名的 政治思想家 韩非用身件 比喻严厉的法律 主张用严厉的法律 管制人民 韩非的思想 对中国的专制统治者的 影响非常大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法如身件 董燕瑜当了地方官 一次走到山里 看到一个身件 像墙一样陡峭 有几百尺身 他就问住在附近的人 有掉进这个身件的人吗 附近的人说 没有 董又问 有小孩 痴人 龙人 疯子 掉进这个身件吗 没有 有牛马 狗猪 掉进这个身件吗 没有 董燕瑜 感叹地说 我能治理 这里的百姓了 如果不赦免 违反法律的人 就像 掉进这个身件 必死一样 那么就没人敢违法 还有什么不能治理的 那么就没人敢违法 掉进这个身件 没有人敢违法 老马 他就会想到